在上一集的試駕評測影片中 我們就已經介紹了一款設計和造工都不錯的 中國增淨式電動小巴 今集你又猜不猜到我們要試什麼車呢? 這部黃海學校私家小巴 大家都看到脫皮脫骨 因為準備湯了 他們就說要做一個fair rail的road test 我真的見到不是很開胃 因為大家都知道2003年 我已經是第一個引入中國製造汽車的代理商負責人 可以說見盡無數的垃圾 而這部黃海小巴 街未見到我都掉頭走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為了我不想去看鐵打今集坐上司機位的事情 就交給判官他們 看看Uncle Lim 踩到車那麼盡 是否沒有誇張失實之前 讓我們為大家介紹一下 這部黃海DD6640K 學童小巴 黃海車原本的總步 是在臨近北韓邊境的遼寧省丹東市 但這份小巴是在2007年上週開始的廠房生產 在2010年出廠 然後由代理引入香港 代理原本的打算 當然是希望在香港的小巴和保護車市場分一杯 但大家都知道 在慣性收視這個現實情況之下 結果這款車當然淪為稀有物重 而且只有少數的保護車公司 或行內俗稱單頭車車主構子 公共小巴無人問津 日本的非專利巴士或小巴 通常使用年期都是十到十五年 在臨湯之前 車差一極都會有過普 但單看這部黃海小巴的車身 質素是怎樣 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所以在十年過去之後 香港是近乎絕跡也不是出奇的事 因為大部份的車都已經湯了 今次我們找來HK Coach Info 的Gary幫忙 趁湯車之前體驗一下 十年車齡的黃海保護車 為何每個人都會趕著拿去湯 車放了N年 封了塵 出車前怎樣都要循例洗一洗 但洗洗下發現車門梯級積水 可以養金魚 哇 原來沒有去水洞 可能是因為這樣 令車身很多地方積水 久而久之 整架車都關瘦了 準備開車前我們又發現另一個問題 錶板入面不停響 原來是電線疑似 導致電線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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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以為只是一個普通的錶板 下面是引劇 你可想而知電線疑似 多麼厲害 而且在修理佬的角度 是不知怎樣做完修的 所以為何我會說 黃海小巴真是中國製造汽車裡面 垃圾中之極肯呢 好了 為何這款黃海小巴 只在鶴仔那裡出現 而沒有在綠車或紅車上出現呢 其實我猜到 你看看車身 這輛其實只是十年車 你看看車身多不耐用 已經到處都關瘦了 其次 如果做小巴的話 經常要開門和關門 但是這隻門一點都不可靠 現在已經壞了 怎樣開它 用少少暴力吧 還有看看它的梯級 它是比一般小巴的梯級高很多 雖然第一級是比較貼地 但是中間是有多一級的 所以是要走三步才能上到車廂上面 如果有一些年長的人士 或者小朋友上車就會特別辛苦 好了 上到車廂 這十六個位置看起來好像很闊落 但你看真點 車尾因為要遷就太平門的通道 最後一排的空位是浪費了 好了 上到這輛車了 你看看轉波是多麼辛苦 雖然摸到這個幾厘子的磨擦點 但是它的磨擦點是很不清晰的 十年車推位是少不一定會有的 但是呢 這輛車的推位呢 都真的比較大 但是都走到直線的 先說一下駕駛感 駕駛感是坐得比較高 像是一輛破車 像是一輛巴士 其實它的視野 因為坐了高 所以都真的挺清楚 但是呢 你眼望的範圍呢 大概只有120度左右 因為在我左邊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 已經是門柱 但是門柱都真的比較粗 大概是B柱位 真的比較粗 所以門柱都比較大 這輛車上一手就安裝了另一隻側鏡 這個側鏡都很清楚 看得比較多 但是 如果沒有這個側鏡的話 只靠那個 長臂的車身鏡的話 就真的看不到車頭 B柱之前的所有盲位都看不到 我其實右邊的窗 可以開的範圍很小 大概只有一個手板多一點的位 所以 變相我前面的窗 是不能開的 所以如果你要調鏡的話 就一定要在車外的 才能調到鏡 還有 如果下雨的話 你也不可以在這裡慢 但是 有好處就是 它不會有任何的窗座 加上我的鏡面都比較大 所以其實都比較清楚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右邊這個鏡 比左邊更清楚 再說一下波箱 這個波箱 除了不符合人體功效設計之外 其實它的擋位都非常不清晰的 這個二波 這個二波呢 WTF 它的後波呢 是在一個 一波的旁邊 其實它應該是六波的 但是剛才都試過了 那就是 它的五波呢 是鎖死了 都入不到 當你入五波的時候 它會滑回它 到這個三波 所以這個車 走到四波的時候 就只走到七十左右 另外說一下車頭的設計 這個車坐得很像貨車 但是呢 它的前後距離感 又不像貨車 因為呢 如果你駕駛貨車的話 你的頭輪應該是你的屁股坐前 但是這個車呢 它的頭輪呢 就在前 所以呢 你其實這個 裸泰的感覺 就比較像一個私家車 但是跟私家車又不同啊 你就坐高了好多 所以 其實這個車的駕駛感覺 是真的很奇怪 其實這個車呢 就 十年前的設計 如果你說它的標版的話 可以顯示的東西 都有 其實都清楚 大家知道 要知道的東西 都可以在上面看到 但是 你說是否清晰呢 我就真的 覺得不是十分地清晰 為什麼呢 因為 它其實有一部分 就 給軚盤的上方 是遮住了 所以 如果我要看 譬如 轉數錶的上面 現在是多少轉數的話 可能就差了一點 我就差了半咒了 身為攝影師的電影佬 都說有興趣過手印喔 嘩 你看它 平時在巴士台我都是開機拍攝多 車就比較少一點 難得有一部奇巴出現 那就試試駕駛吧 體驗一下早十年做學生的辛酸也好 結果 車頭就漏葉風 波霜模糊感 行車的噪音等等 都可以另外套用方東星星爺說一句 一試無妨再試就真是頭紅 或者都可以跟黏叔叔說 嗯 你說話都沒什麼錯 我的年輕人 這樣駕駛完一會 我都可能要看鐵打 最後說到設計方面 十格大陸車有七款都是抄 那你今次又看不看得出 這款黃海小巴是抄哪間車廠的設計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教授 這個大陸車 我問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